欢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TVの声、バイリンガル、Podcast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我是EJ 我是Hika 而每周一到五会带几着与日本有关 轻松有趣的中日双语话题 欢迎收听日日之声EP52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日本学校室内鞋要慢慢消失了吗? 原来学校内穿的鞋也会因地区有不同吗? 那么开始咯 先日とある報道によると 東京長野区校舎の建替えとともに 現在3つの小学校で異色性を投入しています 異色性というのはスニーカーなどで そのまま校舎に出入りできることです 日本のドラマや少女漫画で ラブレターやチョコレートを置くための場所として 出番が多い下駄箱もなくなって 広くて明るい空間となりました 前几日我们看到一座報道 報道内容是在讲述 東京中野区3所新整修完毕的小学 采取不换室内鞋 可以直接穿着运动鞋 进出校舍的一鞋制 我们因为日剧 少女漫画中 常来放情書、巧克力 而出厂率很高的玄关鞋柜 也不见踪影了 变成了一个相对宽敞明亮的空间 学校の関係者によると 一足性を採用した理由として スムーズに避難するためだと言います 校舎を汚さないため 校庭は土ではなく 人工芝になっていると言います しかし反対意見を持つネット民も多く見られます 上履きのままで避難すればいいじゃないとか とある教師はコメントで 学校の学校が一足性ですが 採用が面倒くさいと言った ネガティブな意見があります 学校方表示 会採用一鞋制 最主要的理由是 為了發生災難時 能夠更快速便利的逃難 縮短避難時間 而也為了不會有太多泥沙進入校舍 學校操場不是選用真正的草皮 而是使用人造草皮 但是也有許多網友抱持著反對的意見 認為如果真的遇到緊急事件時 就直接穿著室内鞋逃難不就好了 還有学校的教師留言說 目前任教的學校就是一鞋制的 打掃起來真的非常麻煩 等等的反面意見 在查資料的過程中 我們才發現原來不是全日本的學校 都是使用室內鞋制的 室內鞋制是以東日本大多數的學校採用 而西日本則是選用梁鞋制 這種對於日本人獨有的文化 對於台灣人來說真的是很難想像呢 這篇真的是台日文化很大的不同 對阿我記得以前看那種日本的卡通 就會一直看到這一幕 什麼被霸凌阿 然後放情人節阿 情書阿 像哆啦A夢阿 大雄上學也會拍到他們在換鞋的 對對對然後上學打招呼 都會在這個區域裡面進行 我記得我小時候還有問我媽說 為什麼他們學校要換鞋 對然後我媽也說他不知道 之類的 那是日本 對 台灣不用 他沒有這樣直接很強硬的 跟你解釋之類的嗎 沒有 然後我後來長大對日本文化比較有興趣之後 我還是一直覺得有疑問 然後我有去問 可是我每次得到的答案就是說 因為會髒 很直觀的理解 很直觀 可是他沒有解答到我的問題 你知道嗎 可是台灣的高中的比較髒嗎 有阿 哈哈哈 有嗎 這樣我地上基本上不敢直接放東西 有阿那個衛生紙還敢放一下 可是如果是那種包包阿 或是那種要用的東西 我就不敢直接放在地上 我高中的教室超爆乾淨的 真的嗎 因為可能是我們學校是私立吧 然後打掃是很嚴格在在看你打掃這件事的 所以我們整個校園一成不然 真假 真的真的 那你們教室裡面會換拖鞋嗎 不會 可是一成不然 因為我們國中有對不對 我們國中是就是穿鞋到學校到教室門口 然後換拖鞋進到教室 可是不是是只有我們兩班才有 我們班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班班倒是一個超怪的老師 然後那個我們班班倒為了想要讓他自己中午的時候可以睡午覺 不是吧 我覺得是 他是為了你們這些練球的吧 才不是 我覺得他只是中午想要躺著睡午覺 所以他就是用了班費 然後一個人然後收多少 我記得那時候國一還有跟家長會討論 對 開家長會的時候 我們在教室鋪木頭地板要不要讓我們睡午覺 超誇張的 我們教室是有鋪木頭地板 可是其他普通班的沒有 就只有我們體育班兩班有而已 他就說因為練球小朋友很累 才不是呢 我們在桌上可以睡好不好 我們就在昏迷啊 哪裡都可以昏迷 可是我覺得這個決定還不錯 我也覺得還不錯 因為躺著睡午覺都蠻爽的 爽 對 我們還有一節家長課做那個枕頭 你還記得嗎 對啊 那時候我們用了三年 就是為了讓我們躺著睡覺 設計的家長課 家長課縫的枕頭是為了要午睡 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那一顆 我還記得我做的是拉拉熊的 我做的是貓頭鷹的 對 我記得 對 這是我們以前國中比較荒唐的 對 可是其實就是普通班沒有啊 普通班就踩進去 對 就是一般自己從家裡穿來的鞋 直接穿到教室 對對對 然後像這個裡面不是就是說 就是他為了不怕髒 所以他連操場都換成人工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點有點怪 就是 對啊這個羅 你是不是還沒有 就是解答到你的問題 對啊 為什麼日本要換鞋 對啊 因為會髒 對啊 這個沒有解決到你的問題對不對 沒錯 然後我們就有看到一篇報道 就有一個學者 研究 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 對歷史的 他就說其實最 為什麼要換鞋子 最早其實是 以前的時代其實大家都沒有鞋子 然後教書的地方基本上是民宅 是私俗嗎 私俗 對私俗其實就是民宅嘛 然後大家都沒有穿鞋 然後基本上室內也是榻榻米嘛 就是其實以前就是沒有穿鞋 在學習的地方就是不穿鞋的 對就是赤腳 對然後後來就是西式建築物 就是傳來之後呢 就是這個這個習俗還繼續延續 就是到那個學習的地方是要脫鞋子的 然後後來為什麼會發明出室內鞋呢 就是因為怕學生的腳會受傷 跟防止學生的腳會冷 這兩件事情 會冷嗎 那會保暖嗎那個 欸很冷欸 日本冬天很冷欸 好像也是喔 可是他們那個室內鞋就是那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們室內鞋就是那種 白色的 比較薄的感覺 嗯 比較 真的是沒有什麼防護力的感覺 對 就只是一個薄薄的 有點我覺得他穿起來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好像穿過 高中吧 是喔 嗯可能是那個 因為我高中是讀日文 日文科 嗯 然後可能就有一些文化交流的 課程之類的 我忘了 反正在某個契機 反正我有摸過跟看過實體的那個鞋 嗯 我就覺得那個鞋超薄 就是感覺像 我想一下台灣有什麼鞋子 跟那個感覺比較像 有點像 嗯 最近不是有點流行 那種繡花啊 古時候的人在穿的 喔 那個感覺他比較硬 對不對 對 比那個還要再更沒有防護力一點的感覺 你感覺你的腳趾就是在裡面動還動去 然後你外面就可以看到你的腳趾的形狀的那種 就感覺比較硬一點的襪子 是不是這種感覺 對 對可以這麼說 嗯 比較鞋子形狀的襪子 哈哈哈哈 好難形容喔 對反正那個教授是說兩個原因 一個是防腳受傷 另一個是防冷 然後防髒的話 應該不是說穿室內鞋子為了防髒 應該是說以前的習俗穿下來的 就是學鞋 這個教室就是一個室內 就是你可以想像是自己的家 我們本來就是到自己的家不會 就是不會直接穿外面的鞋子進來 這個這個概念 嗯 對 可是像這一篇報導下面的留言 一面倒的副品 就說打掃應該很辛苦吧 然後就說 就是真的有什麼 我們現在 我現在在教的學校就是不用換鞋子的 真的很髒 之類的就會講短話 什麼真的很腳枉過正啊 這樣子 就是地震的時候 你直接穿一般的鞋子走出去不就好了 嗯 之類的就很容易這樣講 那那個人是說 如果真的遇到地震的話 穿室內鞋跑出去就好了 對啊對啊 就不用再換鞋 就不用再換鞋 可是我想說 遇到緊急情況你就不要換鞋啊 你就跑啊 對啊對啊 可是好像 然後在他的那個留言 就有另外一個網友就有留言說 嗯 可是 那個室內鞋比較 比較薄 嗯 然後你踩在那個柏油路上會很痛之類的 就有人這樣講 所以就呼應到你剛剛說的 那個鞋根本就是比較厚的襪子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好啦 可是 你你就算你的草皮是人工的 嗯 你還是會髒吧 會啊 因為畢竟也是室外啊 對啦 對啊 就很怪 很怪喔 可是現在鞋子 其實大部分學校還是要換鞋子的啦 對 新整修的 可能未來 他們會比較傾向 不要再有鞋櫃 因為我看到也有幾個家長說 就是他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腳不是一直長大嗎 就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 很花錢 很花錢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不錯 嗯 像這個報導包在一起講 還有就是有學校有發那個 不是ランドセル 就是有 對對對 有發 學校發的書包 然後也是很耐用的 嗯 然後他就是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家長可能經濟上會有一些困難 對 然後那個ランドセル 比如我們前幾周 不是有聊過 就是那個ランドセル 就是日本的小學生書包嗎 超爆貴 很貴 3萬開始 3萬 3萬日幣開 起跳 起跳這樣子 然後用6年 可是你要想說 你要隨便小孩子開學 你就要先丟個2萬台幣出去 嗯 不是買他的書包而已喔 其他有的沒的都還沒買 書包就兩三萬 就所以真的算是一個蠻大的負擔 對 對啊所以 他們就有順便就是直接用發的 發給小孩子 然後也是很耐用 然後比較輕的材質 而且聽說是蠻知名的廠商來幫他們做的 我說是喔 有說哪個牌子 就是下面我看到有留言說 免費發放這個牌子做的包包也太好了 喔 然後下面很多人都會說 是那些這個政策不好 但是包包可以 包包很好 都是像這樣子的留言 嗯 然後像 像我們就是在講這一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不是日本人嘛 所以我們對那個日本人要換鞋子之間是很沒有 很沒有概念嗎 我覺得聽那個教授講解這個事情 有解開我多年來的疑問 因為我每次聽的答案都是說因為會髒 會髒 這就沒有解到我的 解決我的問題 可是歐美那邊也都沒有在換啊 如果真的太在意那個髒不髒 感覺 嗯 不知道欸 然後我看到下面也有日本人說 好像也有一些歐美的學校有採 就是在採用日本這個換鞋子的制度 喔真的喔 對 這我就沒看到 我有看到 都是留言區看到的啦 對 可是 可是然後我就有看到另外一個 就是 你像 剛才那個教授不是說是因為會冷 剛剛要保護鞋子嗎 啊可是西日本 是穿涼鞋 涼鞋 涼鞋根本就沒辦法保護鞋腳啊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怕撞到那種左腳之類的吧 可是你穿涼鞋你的小拇指還是會死啊 哈哈哈 是吧 像那個 可能比赤腳好一點 對啦 嗯 可是你穿襪子 不就也也是有一層保護力嗎 你有看到那個就是分 分 有有 這是本本老師傳給我們的 因為對 因為我們就是有問本本老師說 欸 日本是都穿 室內鞋嗎 然後說沒有嗎 是有地區差異的這樣子 然後像 其實是有 應該算是有三個流派啦 嗯 就是東日本 像我們文章裡面就有寫是要換室內鞋 東日本包含北海道 就整個 東日本東北北海道 那一大塊都是室內鞋派 然後 在比較像 四國嗎 中間 對 的部分是 桑達爾 桑達爾就是涼鞋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涼鞋 可是我真的很難想像是長怎麼樣 對 我們台灣人沒有概念 然後我就直接 我有直接收桑達爾 然後就是一般的市售涼鞋 嗯 的圖片出來這樣 然後 有幾個縣市啦 就是 直接像 就是像我們這一個報導 台灣這樣子 就是一雙鞋子 對 直接穿到底 嘿 就是一鞋子 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怪的 但是也比較少 是死Sleeper欸 Sleeper 而且它是Banjo Sleeper 對 廁所拖鞋 然後我就 然後我們就問本本老師 說所以是像 像藍白拖 那種感覺嗎 然後好像說不是 對 就很微妙 我就真的想像不出是長怎麼樣 嗯 好怪喔 所以好像知道每個地區 可是其實日本人 我覺得日本人也不太了解 別的地區是長怎樣 真的齁 因為畢竟只有讀自己的學校啊 對啊對啊 而且你們覺得很多綜藝節目都會 會探討每個縣民 很奇怪的習慣 然後別人就會 欸欸欸欸欸 你們那邊是這樣喔 對對對就是 他們好像也 不是說很 很理解 可能他們日本人就是大 我們台灣太多了啦 所以那個地區差異就很明顯了 對那看那個圖主流 還是算室內寫最多啦 對對對 那個圓餅圖啦 算室內寫的是35.7%的 都府道線是這樣的 然後Sandaru的話 是30%左右 然後像一竹子 就是像台灣那樣 就是一雙鞋子穿到底的 大概17% 可是覺得17%也沒有很低欸 嗯 對接近20% 對啊 還可以欸 然後廁所拖鞋的話 是15%左右 廁所拖鞋真的是最無解 為什麼啊 好 可是那個縣市都超 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偏 不是處 不是大都市 不是都市的地區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其實也不錯啦 如果你上課穿拖鞋 那腳也透透氣啊 也蠻舒服的感覺 對啊 可能那裡比較不冷嘛 嗯 總之我覺得 我聽了這一篇 我我我我 多年來的疑問終於被解開 被我們自己解開 對 因為做這個節目 然後去看那些 我們平常不會看的東西這樣 嗯 好啦那其實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 驗證了就是日本人 愛乾淨這件事情 還是 成立的 成立啊 成立成立 跟台灣比 他們就覺得 穿外面的鞋子進到室內很髒 嗯 對 是啊如果穿外面鞋子進到家裡面 我也會覺得很髒 可是跟歐美人比起來 台灣已經算乾淨了 對 你知道歐美有些人是會穿著 布鞋 跳上他的床的欸 我知道 非常之 震驚對不對 震驚 因為土都在床上欸 就是不是有些歐美的那種 那個叫什麼劇 就那種連劇 連環劇 家庭劇 嗯嗯嗯嗯 我知道人家說什麼 就可能有好幾百 肥皂劇 對肥皂劇 有好幾百劑 好幾肥皂劇 肥皂劇 然後他們不是就是 會直接開門 然後走進來 然後就進廚房 然後進房間 然後他們不是都是地毯嗎 那你們覺得那個地毯 就吸了很飽滿那個髒水 對 所以就 所以我覺得 地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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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家習慣不同 如果我們是美國人 我們就直接採爆 對吧 好啦那一樣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一篇相關的單字吧 好那這一篇話題的單字 Hika選了幾個字 第一個字是 第一個字的話是 うわばき うわばき うわばき的中文直翻 就是室內寫啦 嗯嗯 它漢字是寫上面的上 嗯 然後はき 呯 Ä呃 裏 裏裏裏我們把字放在資訊欄 裏裏裏裏裏裏 是穿鞋的那個裏 就是换鞋啦 换鞋 那如果你是要换室内鞋的话呢 就是上脚に吐き替える 上脚に吐き替える 换鞋 不一定是换室内鞋 换各种鞋子 要换鞋的话 就是会用 好 那下个字是 下一个字是 这个字是 你猜是什么意思 逃生门 不是 就是那个日本 那个我们常常看恋爱 日本那个校园恋爱剧的时候 放鞋柜的那个区域 就叫做修扣 这个我真的不会 修扣 插到的 它的汉字让人很难猜 叫做深降口 感觉很像那个 电梯或是窗户旁边 会放一个 就是让你滑下去的 逃生的东西 不是 它就是那个换鞋子的区块 最近变得很空旷的 家里面玄关的那个概念 可是它是在学校的玄关 有很多格子 很多柜子 然后会有夕阳照进来 然后就男主角 在等女主角 的那种感觉 换鞋区 换鞋区 这个字是写夏泰箱 夏泰知道吧 夏泰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给他 不知道 没听过 给他 就是那个木鸡啊 跳箱 木鸡 穿鞋 穿寓衣会配的那个木鸡 嗯 就是给他 我不会耶 蛤蛤 学那么多年 没有听过 没有用过 真的假 有看过这个汉字 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 它就是那个木鸡的意思 然后加上箱子的箱 就会变成鞋柜 哦 原本是放木鸡的柜子 对 然后现在通称鞋柜 对 可是鞋柜的感觉 好像另外一个词耶 是有错觉吗 还是 忘记了 给他 他那嘛 他那 他那对他那 他那就是柜子啊 同称 对 他那我就会 就是捧嘛 对 他那就是一般 任何柜子 给他把扣 就是放鞋的柜子啊 哇 第一次知道耶 学那么多年日文 就是因为这一周的那个单字是 对 我先选好的 对 然后我就 就就就就来就录了 一来就上 对 好 那我们从头到尾再念一次 好 那第一个 就是那个 室内鞋 嗯 然后 就是 学校的玄关 换鞋子的地方 对 然后下一个 是鞋柜 嗯 所以这三个其实大家可以一组集 就是在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三样东西 对 就是在 小口鞋子的这个地方呢 会出现给他把口 鞋柜 然后鞋柜里面会放 这样一组的 哇 一次 你背一个句子就背了三个单字呢 好划算哦 好啦 那其实今天 差不多就到这边 对 对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日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明天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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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